爱情本来是美好的 但如果在其中掺入了恐怖元素 那就太可怕了 温柔的陷阱粉色的大坑 一再掉进去 东西南北就彻底分不清了 而且搞不好还得把蜜给搭进去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恐怖片 她在身后 在一个看上去很美好的傍晚 炮灰妹突然跟见了鬼似的 劈头散发的从家里跑了出来 这姐们绕了一圈之后又跑回了家 然后拿着包带着驾驶证 开着车开始疯狂逃窜 哎呀 不得不说炮灰妹 真是个遵纪手法的好孩子 天黑之后 炮灰妹把车开到了一个 鸟不拉齿的海边 跟她老爸通了一个电话之后 就被谢灵给杀了 转过天 我们的女主 肤白貌美的春花 正在泳池里汽水了 她今儿晚上要跟帅哥狗圣去约会 拴住是春花的初吻 两人虽然青梅竹马 但春花一直没有给拴住 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晚上春花和狗圣去看电影 狗圣在整个的约会过程中 显得是心事冲动 似乎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长毛是春花的邻居 这哥们对春花也有想法 但一直没有表露出来 第二天的晚上 春花又去跟狗圣约会了 这次两人开始动真格子了 当春花正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 突然就被狗圣给弄晕了 当他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狗圣 绑在一张破椅子上 这是一幢烂尾楼啊 无良的开发商早就跑路了 四周是荒无人烟 连野狗都不愿意来 接着狗圣说出了 绑架春花的事情 原来这个狗圣被一个邪灵给缠住 这个邪灵是通过男女之间 闷得蜜转移的 狗圣之前跟一个女孩约会 女孩把邪灵传给了他 他如果不想死 那就必须尽快把邪灵传给下一个 所以春花不幸中了着 这个邪灵不仅神出鬼没 而且还有73般变化 纪战术跟二郎神有一品 本想着风花雪月浪漫一把 没想到会摊上这种破事 这春花能不能闹心吗 狗圣说如果你想摆脱他 那就赶快找个吃瓜的老神闷得蜜 他一旦把你给杀了 那么他又会重新跟着我 春花的妹妹东梅 正在和拴住的人打牌的时候 狗圣开着车急事来 把春花扔到路边之后 头也不回地开着车跑 根据春花提供的情况 警察来到案发现场调查 找到了春花的包含能量位移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春花是吃饭也没味的 干活也没劲 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 整个人彻底蒙圈了 而这仅仅只是噩梦的开始 紧随而来的 就是那个邪灵的出现 这孙子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变成了刚刚睡醒的礼担 可把春花吓得不轻 春花把这件事 跟妹妹东梅和拴住讲了之后 东梅说什么鬼呀事 全是封建民心 话虽这么说 但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拴住主动要求在春花下过夜 以保护春花的安全 要说拴住这小伙子是真不错 尽职尽责 一晚上都没敢喝夜 到了后半夜 邪灵又变成个傻大个 出来下过春花 春花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尿了 这姐妹冲出家门 骑上自行车 可是在街道上狂问的 正在跟女孩约会的长毛 听到动静急忙跑了过去 解铃还去戏令人 要解决掉这个麻烦 春花认为 必须要找到狗盛那孙子 转过天 长毛开着车 一帮人来到了狗盛家 可这个地方 是狗盛暂时租住的房 现如今早就人去楼空了 不过穿住 从狗盛遗留下来的照片上 发现了蛛丝马迹 大家顺着这个线索 终于摸到了狗盛真正的家 狗盛说 你如果想摆脱那个邪灵 那就必须找男的门门门秘 不然这一关 你肯定是过不去 长毛说 别开国际玩笑了 这不是吓胡闹吗 狗盛说 这都是科学 你可不能不信邪 虽然大家都不再相信狗盛的话 但万一是真的呢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长毛开始叫冲花练义射击 几个人正在河边休闲的时候 邪灵再次出现了 而且只有冲花一个人看得见 邪灵上去拽着冲花的头发 几个人一看大事不好 机帮跑进了长毛家的小木屋 冲花拿出手箱就是一通乱射 可对邪灵来说根本没鸡毛用 由于其他人看不见 因此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冲花虚晃一照开车车撒子聊 可没跑出多远就出了车祸 然后就被人送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 冲花的心理是切上八下 总担心邪灵冷不定冒出来 把自己给弄死 为了帮助冲花脱离苦海 一直不信邪的长毛主动现身 把邪灵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可是过了好几天 邪灵也没找长毛的茬 看着长毛和春花那么的亲密 拴住心里就像打翻了醋瓶酸得不行 要说这邪灵还是很讲规律的 自打春花和长毛亲热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在春花的世界里出现过 晚上春花趴在窗户上 看着马路对面长毛的家是心潮澎湃 总担心长毛出什么事 到了后半夜 邪灵穿着一套秋衣秋裤出现 打破长毛家的玻璃就钻了进去 春花急忙给长毛打电话 可是没打通 他非奔到长毛家 可是狗撵兔晚一步 邪灵已经把长毛给杀了 长毛一死 那就意味着邪灵又回到了春花的身上 这下可把春花给抽死了 几个人一商量 决定到他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泳池 诱敌深入把邪灵彻底干掉 可他们想的太简单了 如果邪灵能被凡夫俗子给拿下 那他今晚还怎么在另一届混呢 安娜贝尔鬼秀女这些同行会怎么看他 他的脸还往哪割 所以双方经过一番鸡飞狗跳的混战 最后是不欢而散 为了救自己的女神脱离苦海 栓柱向春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春花一听是郑重下怀 矜持了一会儿之后就满口答应 一夜无话转过天 狗胜开着车在街上瞎溜的 要说这哥们是真够确责 居然把邪灵传给了一位无辜的小姐 虽然狗胜把邪灵传给了春花 但最起码狗胜还把真相说了出来 这栓柱倒好 直接传给了赤花群众 从道德层面上来讲 虽然这二位都不是什么好鸟 但拴住的行为更恶劣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 做人必须要自律 不能随便闷闷闷闷 虽然当时痛快了 搞不好就嗝屁